尹法族因为双脚行动不方便 经常需要医疗电动代步车辅助 因此经常发生车辆没有电抛锚的穷劲 在狱里的乐盒里就发生 有老妇人的医疗电动车没有电 而卡在台九线上没有办法动 加上自己行动不方便 只好坐在代步车上等待警方救援 尹法族因为双脚行动不便 需要电疗电动代步车的辅助 因此常常发生车辆没有电抛锚的窘境 就在狱里的乐盒里就发生了 有一位老妇人的医疗电动代步车 因为电量耗尽停在台九线上无法动弹 加上自身行动不便 只好坐在代步车上等待警方的救援 所长表示当时炎炎夏日 老人家外处没有戴帽子 加上身体行动不便 在烈日曝晒之下容易中暑 于是跟民众合力将老妇人扶上巡逻车 再回家 回家之后老妇人非常感谢亲切又热心的警察 记者高松收预阵采访报道